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很多人都说呀 袁世凯一生走得都很稳 他在推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 做了很多贡献 而且他能用不流血的方式 使满清皇帝退位 他本来可以做中国的华盛顿 但是就是因为最后的称帝 使他毁于一旦 有很多人把袁世凯称帝 都归结为心理问题 说他是因为个人欲望的膨胀 当大总统还不够 一定要当皇帝 还有人说他是被他的儿子袁克定 还有他的毛氏杨渡等人 给吹捧得太高了 最后要成帝 那是不是因为心理问题呢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 好几期袁世凯的故事了 从他在朝鲜时期开始 一直到小战联兵 戊戌变法 更祖国变 辛亥革命 那在袁世凯人生的脉络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非常看重权利 但是呢 他要的不是虚名 他是个要实际利益的人 他也是要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所以说他是因为个人膨胀了 想当把过皇帝的瘾 这不太符合他的性格 我们认为哈 他一定是为了要解决某个问题 才会选择去当皇帝 那他到底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还得回到民国初年 那个时代背景里面 来寻找答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袁世凯为什么要成帝 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分享过了 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他现实采用了革命党设计的内阁制政府 但是由于总统和内阁政见不一致 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内耗 导致无法有效地进行决策 那总统和内阁就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力 在首次国会议员选举中 国民党赢得了选举 国民党的党魁是宋教人 宋教人即将出任新的内阁总理 宋教人想要实行完全的内阁制 架空总统的权力 之后就出现了宋教人被暗杀的事件 然后孙中山就发动了二次革命 袁世凯迅速地平定了二次革命 清除了国民党的力量 随后他就取消了国会 制定了新的约法 根据新约法 袁世凯的权力没有任何机构可以约束了 而且他可以无限期连任 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专权 那在他实现了专权之后 袁世凯的执政效果怎么样呢 从结果上来看 他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 先从内政的方面来看 在工业方面 袁世凯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从1912年到1914年 这三年的期间 中国新开的民族企业工厂就有4000多家 那比如说面坟厂 火柴厂 卷天厂 造纸厂等等 还有采煤野链等企业 那在农业方面呢 袁世凯兴办农业教育 创设农业基金 推广农业新技术 那在财政进入方面 袁世凯整顿税收 开办银行 改革币制 他发行的袁大头 甚至在他死了之后 都一直是最受民间喜欢的货币 那通过袁世凯的治理呢 到了民国三年的时候 中央财政居然达到了收支平衡 大家要知道哈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中央政府是要靠借钱过日子的 而且就是因为 袁世凯政府要做善后大借款 他才和国民党加大了矛盾 现在居然能达到收支平衡了 而且还有部分盈语 可以说在袁世凯专政之后 他内政的效果还不错 在外交方面呢 首先要应对的是 英国对西藏 俄国对蒙古的分裂 先说西藏 在民国初年 英国人武装护送达赖回到西藏 英国人复制达赖 执掌了西藏的政权 达赖派西藏的僧军扰乱四川 一时间四川境内风言四起 袁世凯知道 西藏的问题根源在英国 他派遣使者开始跟英国谈判 谈判的地点在印度的西莫拉城 这次谈判就被称为西莫拉会议 在这次的会议中 英国的设想是把西藏分裂成内藏和外藏 外藏就是现在的西藏全境 内藏是深入四川、青海、新疆的部分地区 英国的要求是外藏完全独立 然后逐步的并入印度 内藏由中国政府统治 他们还划分出了一条分界线 叫麦克马红线 袁世凯政府坚决反对 会议谈判从1913年10月 一直谈到了1914年7月 最后由于欧洲一战的爆发 会议谈判终止 英国对西藏的分裂也无疾而终了 在蒙古方面 俄国也趁机入侵 说不许中国在蒙古驻兵 清朝原来在蒙古的统治权 全部都要由俄国来代替 那俄国就策动外蒙古独立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举国震惊 袁世凯先是派陆征祥 去跟俄国人谈判 第一轮谈判的结果 大家都不满意 陆征祥辞职 袁世凯又派孙宝齐去谈判 谈判的过程也很艰难 但是民国政府还是坚守住的底线 一直拖到了1915年 俄国终于承认了 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 1915年6月7日 中国和俄国在恰克图 签订了中俄盟协约 这个条约能够签订 也是得益于一战的爆发 我们说 在民国初年 袁世凯政府能够守住 西藏和蒙古非常不容易 俄国威胁袁世凯政府 说如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他们就不承认 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的民国政府 如果不被列强所承认 就贷不到款 如果贷不到款 政府就面临着瘫痪的危机 但是袁世凯政府 最后还是坚持住了 一直坚持到了一战的爆发 英国和俄国都无暇顾及中国 才保住了这两块乡土 那这两次民国政府的谈判 有坚持的成分在 也有幸运的成分在 这时候的民国政府 外交刚刚平静 内政也有了新进展 但是在地方上 国内还是很混乱的 尤其是在平定了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以后 又来了一个白狼起义 袁世凯政府又用了 一年多的时间 来平定白狼起义 那外面的世界呢 也没有给中国 更多休养生息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虽然拖住了英国和俄国 对中国的分裂 但是给了日本机会 一战是在欧洲打的 当时日本也参战了 只不过日本只打了一仗 就是发动了 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 德军的攻击 这时候青岛的德军 没有多少力量 日本打了两个多月 就把德军打炮了 中国对此毫无办法 就像当时日本和俄国 在东北打日韩战争一样 袁世凯政府给日本和德国 划出了交战区 中国保持中立 要求日军不得进犯 在战前 德国有意向 把青岛归还中国 但是日本不允许 日本不仅强占了青岛 他们还要趁这个 欧洲正在打仗的机会 独占中国 日本的驻华公使日之役 带来了21条 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 这个21条 每条都非常不友好 日本的胃口非常大 简单说几条重点的 第一 要求中国承认 把德国在山东的 一切特权移交日本 第二 要求中国承认 日本在南曼和东内蒙的 一切路权和矿权 并且日本人 可以无限制的移民 第三 延长旅顺大连的苏期 到99年 第四 要求中国承认 所有中国沿海的港湾和岛屿 不准租借给别的国家 第五 要求中国必须拼容日本人 充当政治 财政和军事顾问 而且在某些时刻 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判断 这里面的第五条 最为严重 基本上就是把中国 当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按照袁世凯的话说 就是 日本已朝鲜失误 日之役把21条 拿给袁世凯 他对袁世凯 威逼利诱 说如果袁世凯答应 就帮助他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 如果不答应 他们就会资助革命党 让他们返回内地 把中国搞乱 袁世凯看到之后 非常愤怒 同时他也很惊慌 袁世凯立刻找来各部长 商量对策 那时候陆军总长是段祺瑞 段祺瑞非常愤怒 主张和日本开打 袁世凯问段祺瑞 要真打起来 中国军队能坚持多长时间 段祺瑞想了想 说估计三个月吧 袁世凯说 这也不是上策呀 还是先谈吧 于是他就让外长陆正强去谈 基本策略就是跟日本人拖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谈判的过程中 日本人曾经警告陆正强 说这次谈判都是机密 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尤其不能告诉给别的国家 日本想趁着欧洲战争的机会 独吞中国 不能让其他国家知道 但是中国代表是一边谈 一边把谈判的细节 都告诉了美英等各国公使了 中国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这个时期的西方列强 对中国实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 也就是利益均展 谁也别想独吞 那现在日本想独吞中国 西方各国的公使和舆论 就开始逐渐给日本压力 那在这种压力下 中国的政府是什么政策呢 顾维军在回忆的时候说到 说陆征祥当时台判 就采取一个字 拖 陆征祥在每次会议之前 都是请坐喝茶 就要喝掉几十分钟 把日本人给急得半死 他还把会议的周期减少 说公务实在繁忙 每周只能开一次会 在开会的时候 他把会议的程序还拖长 21条要一条一条的慢慢研究 那21条的角色 陆征祥这么一拖 他就给拖了四个月 日本人在无奈之下 只好自动地把要求的条件减少 以加快谈判的速度 但是陆正祥还是在拖 他继续地请坐喝茶研究 讨价还价 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 给中国下了最后通牒 民国政府没法再拖了 最后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 最后签订的中日新约里面 跟最初的21条相比 首先把危害最大的第5条给拿掉了 其他的很多条款也拒绝了 袁世凯政府可以说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了 但虽然是尽力了 这部新约依然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 后来很多骂袁世凯卖国的人 大多数都是说21条的事 说袁世凯同日卖国 其实21条可以说是辱国 但是谈不上卖国 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并没有卖国 也谈不上说袁世凯同日 其实袁世凯在外交上 一直都是亲近英美不亲日的 他非常讨厌日本 他跟日本人有夙愿 日本也一直把袁世凯看作眼中钉 因为日本在侵略朝鲜的时候 面临中国的对手就是袁世凯 在几次的冲突中 日本都没能占到便宜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 日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 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 在日本人眼里 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 如果让袁世凯当上大总统 会成为日本在中国扩张的障碍 所以在一开始选总统的时候 日本就曾经在中国鼓吹 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 袁世凯凭什么做共和的总统呀 袁世凯是清朝的臣子 日本实际上是不想让袁世凯当总统 在21条的交涉当中 袁世凯最后签订了丧权如国的条约 但是他也没让日本侵占更多的领土 可以这么说 日本人已经占领的 袁世凯被迫承认了 日本人还没占领的 袁世凯也寸土必争了 在条约签订之后 袁世凯还是很愤恨 袁世凯跟在北京所有的高级官员说 这次条约的签订是中国的七十大辱 我们要卧薪长达 奋发突强 十年之后再跟日本人算账 5月9号被袁世凯定了国耻日 但是不管袁世凯怎么说 签订了这个条约之后 他的声望大跌 袁世凯的声望在下降之后 他越来越控制不住地方军阀了 而且由于媒体的报道 他在老百姓眼中的声望也下降了 这时候中国西南的军阀 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而且当时镇压二次革命的时候 被派出去的北洋军的将领 也有了自己的地盘 他们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 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 一些地方的老百姓 自从没有了皇帝 就开始了抗捐抗税 老百姓其实不太把大总统当回事 在他们那儿 没了皇帝就意味着没了王法 袁世凯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挽回局面 重新树立违信 重新建立合法性 那怎么能够快速的树立违望呢 这时候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 说干脆称帝吧 称帝可以很快的树立权威 老百姓也更适应有皇帝的日子 那从客观上来讲 袁世凯称帝 是他和他的幕僚班子 为了重新树立权威 为了重新建立合法性的一次尝试 当时的社会 老百姓对民国的实践并不满意 老百姓不仅生活没有改善 治安还更稳乱了 很多人趁机作乱 还有在南方 一开始革命党政府 强迫老百姓捡辫子放小脚 这些对老百姓的骚扰 比他们能得到的实惠要多 所以民间对共和并不太喜欢 连民国政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 都发表了意见 说共和制度并不适应于中国 这时候 提倡君主立宪的声音就冒出来了 袁世凯的幕僚杨渡写了一篇巨著 君县救国论 这篇文章严密地论述了 中国最适合的政体应该是君主立宪制 他说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拯救当下的中国 还有美国的顾问古德诺也写了一篇 共和与君主论 古德诺讲的也是 民国初年的中国应该比较适合君主立宪 这样理论基础就有了 就差行动了 行动力最强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 另一个是杨渡 袁克定很好理解 他比袁世凯还希望的成帝 因为如果袁世凯当成皇帝了 他就是皇太子可以接班 杨渡在这个时候 他是忠诚的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他真心的认为 君主立宪是最适合中国的体制 那杨渡就组建了筹安会 正式开始了恢复地制的运动 丑安会首先利用舆论 利用民间对民国初年不满意的这种现象 操控民意 搞出了各种情愿团 什么将军情愿团 商会情愿团 教育情愿团等等 甚至还出现了什么乞丐情愿团 妓女情愿团 这些情愿团就一个声音 就是请求袁世凯速速登机 恢复地制 那全国的媒体 对袁世凯要恢复地制 也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 只有一个顺天时报有反对的声音 袁克定就给他爸做了一版定制的顺天时报 让袁世凯看不到反对的声音 这种民间对民国不满的情绪 经过筹安会的操控以后 变成了一种荒唐的风气 袁世凯看到的现象是 对于恢复地制 社会的各个层面举国一致的拥戴 我们说哈 老百姓被操控还可以理解 这里面的蹊跷就在于将军请愿团 将军请愿团是各地的军阀联合请愿 将军请愿团里面 第一个签名的就是云南的蔡厄 然后奉田的段志桂 山西的延西山 广西的陆永廷 一共20个省的都军都在名单里面 我们知道 在袁世凯宣布称帝之后 蔡厄是第一个跳出来 打起护国打起的 后来其他所有在名单上的军阀 也都一个个反了 那这个时候 他们都参加请愿团 是什么目的呢 我们只能说 这个时候他们是要加速 袁世凯称帝的进程 然后要推倒袁世凯 他们为什么要推倒袁世凯呢 在四年前 袁世凯不是他们公认的 最有资格当大总统的人吗 因为现在形势不一样了 袁世凯在消翻 从辛亥革命以后 各地实际上都是军阀党政 那这些军阀里面 有革命党出身的 有地方帮会出身的 也有晚清新军将领的 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之后 地方上其实也是这些军阀所得算 在北方 袁世凯能控制的力量还多一些 那南方的那些军阀 他们在地方上的控制权是很强的 那袁世凯的政府 可以说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的政府 在袁世凯平定了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以后 他也顺理成章的 把国民党的地盘都接手了 这看起来是他拿到了 国民党的地盘 但实际上是把弱反换成的强反 袁世凯派出去打国民党的将领 像龙继光张勋李纯 甚至他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章 他们在占领了国民党的地盘之后 都不太听话了 所以在二次革命以后 看起来大获全胜的袁世凯 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 遍地诸侯的局面 那些过去对他言听计从的北洋将领 现在都变成了交兵汉将 他们不仅不听政令 甚至连上解税款都不积极了 所以我们看到袁世凯发起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什么费都督 虚省社道 文官政治 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 都是在冲着地方军阀去的 其实他就是在消贩 袁世凯甚至把财厄都叫到了北京来 想困住财厄 然而这种中央政府收回权力的措施 在实行的时候 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推行很艰难 中央政府越这样做 地方军阀反抗越强烈 在这个时候 袁世凯想起来了 当年清朝的时候 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的大臣 被宰封的一纸诏书 就给罢官回家了 这都是因为有皇帝的权威才能做到 所以当阳渡他们鼓吹 让他成帝说能增加权威的时候 他也就听进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袁世凯成帝 实际上是一种中央集权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里面 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 更是一种可以重新树立政治权威的架构 是一种运行了两千多年的 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 而且袁世凯要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他想 有了皇帝之后就有了权威 再实行宪政 也许真的会像古德诺说的 这是当时最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 可是他忘了 当年清朝的宰丰集团 也已经在推行君主立宪了 但就是因为太急于中央集权了 才导致地方割据清朝灭亡 我们说哈 历史是个轮回 袁世凯是因为宰丰的集权 导致地方割据 他才有了当大总统的机会 四年之后呢 他自己也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道路 袁世凯要集权 要孝凡 地方军阀当然看出来了 地方军阀不能坐等着 袁世凯把他们削掉 但是呢 他们又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来反抗袁世凯 这时候袁世凯居然要恢复地质 他们当然要顺水退州 推袁世凯一把 所以他们会在请愿书上签名 请袁世凯速称帝 当袁世凯真的宣布称帝的时候 他们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反叛的 合理合法的借口 所以蔡厄一起兵 举起讨伐袁世凯大旗的时候 一个个在上面签名的军阀 就都起来响应了 但是真正要了袁世凯命的 不是蔡厄 蔡厄就那三前军队 还缺枪少炮的 能有多大力量 真正要了袁世凯命的 是袁世凯北洋的嫡系将领 当时袁世凯 指使北洋的将领 评判的时候 北洋的嫡系 段祺瑞直接拒绝出兵 冯国章更狠 冯国章联合江西 浙江湖南山西 四省渡军发表密电 他说请护国军 立刻取消独立 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地址 以安人心 就连一向听话的曹昆 率军区评判的时候 明明都已经占据优势了 他也休兵不战 如果说其他地方军阀闹独立 跟袁世凯抗衡 可以理解 那北洋系的将领 为什么也跟袁世凯作对呢 从请愿书里面也能看出来 请愿书里面有各省的渡军 唯独没有北洋系的 因为北洋系的将领 是最不想让袁世凯成帝的 袁世凯当大总统 他们这些北洋系的将领 是最有优势的 袁世凯在位的时候 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 当袁世凯信任之后 他们还有能当大总统的机会 但是如果袁世凯成帝了 继承者就是他儿子 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且不光是权力的问题 他们的思想现在也已经转变了 他们不可能说 我效忠你袁世凯 当你死之后 我再心甘情愿地去效忠你儿子 所以当各地的军阀 讨伐袁世凯的时候 他们也不能再帮着袁世凯了 甚至他们后来还加入了 讨伐的队伍 因为不加入 他们就变成支持袁世凯成帝了 那在新的秩序里面 他们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所以尽管袁世凯 在为恢复地制准备的阶段 没有看到多少反对的力量 但是反对的力量 一直都是存在的 只是袁世凯 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了 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 他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 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了 即使看到了 他可能也倾向于选择视而不见 但是也不是说 他没听到反对的声音 当时就有一个人提醒了袁世凯 袁世凯有一个好朋友 叫严修 这个严修是个世外高人 而且品格高尚 当年袁世凯被载风赶走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敢给他送行 只有严修和杨渡敢来 而且严修在送完袁世凯回来 还起草了一个奏折 严慈激烈地表达了 自己对清廷罢免袁世凯的抗议 然后他自己也死官走了 一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的时候 袁世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修 袁世凯请他出来当官 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了他 严修却不来 袁世凯再散邀请 严修都说不想当官了 他只想在民间办教育 但是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时候 严修来了 严修明确地告诉袁世凯不要称帝 可这个时候 袁世凯已经听不进去了 严修后来回忆说 最开始他还能看到袁世凯 后来基本上就见不到他了 最后的袁世凯 已经被帝制的权威所迷惑了 也被社会上所谓的 对民国反感的民意所迷惑了 但是他忘记了 帝制的权威 已经被辛亥革命给打碎了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军阀们 他们更相信进化论 他们相信共和比军县要好 军县比帝制要好 当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时候 军阀们除了自身的利益 在意识形态上 他们也不能同意了 而且袁世凯最依赖的军事实力 他的北洋将领们也已经不听他的了 就是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些武将了 袁世凯才想称帝树立权威 没想到称帝是最坏的方案 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 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因病去世 享年57岁 我们说 袁世凯是近代历史上 爱骂最多的统治者 清朝的一老于少骂他 骂他不忠不义 康有为 梁启超骂他 骂他背叛违心 孙中山和他后面的国民党也骂他 骂他背叛共和 甚至连他培养的北洋将领们也都骂他 因为不骂他 他们就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虽然说最近这些年 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了一些 也有说的好的了 那我们说 袁世凯的黑 虽然是孙中山的骑程者们 给他抹的比较多 但是呢 跟他自己也有关系 或者说 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不是说他没有成功的做上皇帝 而是说 他作为中国历史转型期的中西人物 没有完成这个转型 没有完成历史的使命 虽然客观地说 从清末到明初 袁世凯被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 从军事改革 到教育改革 到行政改革 确实做了很多 可是偏偏在转型最关键的环节 他选择的是称帝 最后身败名裂 那我们也不禁去想 在当时的环境下 在他同时代的人物里面 又有谁能做得更好呢 那关于袁世凯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您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